《極刀汽車》、《偉萊》、《小鵬》和《華人運通》 在中共政府的支持下研發自駕車 希望成為特斯拉的競爭對手 但這些中國自駕車製造商都面臨同一個問題 即是晶片技術落後美國生產無法自主 《極刀汽車》是百度和汽車製造商吉利的合資企業 經過兩年開發 它正在展示Robocar自駕車 但Robocar的大佬揭示了一個威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尋求技術獨立的問題 中國無人駕駛汽車公司仍依賴外國公司設計的晶片 主要是美國英偉達、高通和英特爾 這些晶片都在海外製造 中國的無晶原廠公司 即是設計和銷售晶片硬件而非製造的公司 正在企圖與英偉達和高通競爭 最少18家不同的中國公司將晶片用作它的自動駕駛計劃的關鍵部分 瑞士信泰亞洲半導體研究主管艾布拉姆斯對《金融時報》表示 中國電動汽車集團仍需要在關鍵技術上使用國外同類最佳的產品 一名不願透露聲明的中國半導體顧問對《金融時報》表示 中國本土汽車晶片開發仍面臨一系列的根本性問題 實現具有競爭力所需的規模是困難的 近年來晶片開發的高昂成本 使很多公司無法進入離機應用以外的市場 中共自駕車產業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 對於自動駕駛平台使用的最尖端晶片而言 本土製造並不是一種選擇 外國老牌企業也在鞏固它的主導地位 開發聲還有 preco音 對於自動駕駛平台的小平台 第二天打開發聲明rev